这里每桌的客人 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 您是不是也想尝一口呢 不过仔细看看这店面不大 顶多只能挤得下几十个人 这点让老顾客很头痛 想吃善于一面还得挑对时间 吃饭时间是 都有一些上班族也有 上班族吃饭时间外出外吃饭 然后晚上就比较多外面的游客 还有假日也是 这附近的也是会有 这附近的知道吃饭时间 人比较多的时候 他们就会等于人比较少的收拾 每个时段都有不同的客群 生意这么好 文字却为了维持产品的品质 唯一能做的就是多请几个员工 连开分店都要再三考虑 我来这边 来这边十几年 跟他都一直在工作 箱子的很融洽 真的 所以 看他也孝顺他母亲 对 文字对于品质的要求 这是吃过的人都有目共睹的事实 不管这三十几年来多么辛苦 产品特有的家乡风味始终如一 而文字对母亲的孝顺也始终没变 另一方面 当阿B哥的四姐妹也是同样抱持一种孝顺的精神 一步一步将传统口味宣扬出去 我是觉得爸爸这么好的事业 我不希望说让他这样子就没有 因为我们还有个弟弟啊 所以我们有弟的还在念书啊 就是做一做如果我们不想做他会接啊 那我们现在就做我们应该做的了 就把它做到最好 就会这样子 等他回来接成了 不为任何名利 期待弟弟毕业之后回家接成一步 姐妹们一心只想脚踏实地 坚持每个步骤 尽力把米糕的品质顾好 就是为了让客人吃进去的每一口米糕 都能安心放心 相信因为这份坚持 不仅让长期以来支持他们的老顾客不断回流 也使得达拉比沟 善于意面的传统美味 一代一代传承下去